这个故事发生在东城一个地下的大型酒吧里 此时正在台上演奏的 是一支叫做再见灵魂的摇滚乐队 乐队的吉他手间主唱 正是胡不凡的小三三皮 三皮的声音非常的高康 演奏技术也很棒 在舞台上的表现十分炫目 引来台下一片片的尖叫和欢呼声 胡不凡和乔飞也在台下疯狂的人群当中 师哥你同学三皮太棒了 但是很显然 胡不凡对于现场的摇滚音乐好像并不喜欢 终于三皮的乐队表演完了 时间也接近午夜了 随着另外一支乐队的上场 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发出热情的尖叫声 疯狂仍在继续着 在音乐酒吧的门外 胡不凡和乔飞终于等到了散场出来之后的三皮 其实胡不凡和乔飞 根本不是来听三皮唱歌的 而是被三皮说有一件很灵异的事情给吸引来的 但是 性格直率的三皮却在这个时候卖起了关子 他们来到夜市里的一家路边烧烤摊上 啤酒已经喝光两瓶了 乔飞和胡不凡 陪三皮喝了几杯之后 又一次问起了三皮先前说的那个灵异事件 三皮一把抓起桌上的半瓶啤酒 一仰头直接就灌了进去 哎呀 我跟你们说啊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死了 是自杀 是被一首死亡音乐给害死的 叹了口气 他就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什么 死亡音乐 胡不凡和乔飞听到死亡音乐死个字 都感觉很疑惑 音乐 还有死亡的 是啊 那是一首被诅咒的音乐 谁演奏 谁就会死的 三皮脸色凝重的和两个人讲起了死亡音乐的情况 大概在一周之前 三皮发现自己的好朋友亮子竟然要上场演奏一首叫做绝望的杀的歌曲 这首歌曲 他们圈子里的很多人都知道 是一首死亡音乐 每个尝试演唱的人都会被诅咒而死 三皮也知道这首曲子很棒 但是他更知道这首曲子的诡异之处 拼命阻拦好友不要触碰 但是亮子显然已经下定决心了 原来亮子的乐队通过了终极摇滚的海选 而他却想凭这首歌曲博得一个出人头底的机会 三皮知道 三皮知道亮子今年三十多岁了 承受了亲人和朋友太多的压力 才把梦想坚持到了现在 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波了 比赛当天 三皮也去看了 亮子和他的乐队把这首歌演绎得很好 几乎把现场每一位观众都深深地打动了 但是三皮知道 冠军不会属于亮子 因为他完全沉浸在了音乐里 没有与评委和观众有一丝的互动 当歌曲唱完了 亮子站在舞台上很久没有下台 他那时的表情 三皮永远不会忘记 像是无尽的落寞 果然真的出事了 在亮子的出租房里 人们在出租房的公用厕所里 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隔腕自杀了 三皮没敢去看 但是听说整个厕所里都是喷溅的鲜血 而亮子的脸色还始终挂着一抹 诡异的笑容 三皮说着又干了一瓶啤酒 把亮子演唱完死亡音乐自杀的事情给讲完了 这首歌从创作者开始到现在已经死了六个人了 每一个演唱者都自杀了 很多都是我认识的 三皮说 这首死亡音乐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每个人都有一种想法 就是想去演唱一下 而每一个演唱过的人都会死 不会吧 唱一遍歌就会死人 就是 这也太邪门了吧 胡不凡和乔飞 对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实在是无法理解 我跟你们说 这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曲子 它是用创作者的灵魂和最后一点生命写成的 三皮说 这首歌曲的原作者在割腕之后 还没死去的时候匆匆写下的 里边融入了他的亡魂 胡不凡和乔飞想象不出来 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写出的曲子究竟是怎样的 难道真的是有亡魂进入到音乐当中 两个人对于音乐是一窍不通 对付亡灵更是不如师父们 第二天是周末 在三皮租住的房子里 秦队跟着胡不凡来到三皮家 来了解那首死亡音乐的事情 小伙子 把那首死亡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啊 秦队开门见山 让三皮把那首歌的谱子给拿出来 秦队 我也没有原谱 我给你写一份吧 三皮从未保存那首歌 但是音乐感极强的他 马上按照记忆 把那首歌给写出来了 这首歌曲 三皮从未敢尝试演唱 但是听过两次 所以写下来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呃 秦队 就是这首歌 我记得应该是吉他谱 我怕您看不明白 由于三皮是吉他手 更习惯用吉他谱来记录曲子 秦队看到手里的曲谱 这是一首叫做绝望的杀的歌曲 看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首悲伤的曲子 秦队 要不 要不我给您唱一下吧 三皮 那不是很危险吗 三皮看秦队 看了半天也没出声 想自己冒险演唱一下 好让秦队更加直观的 感受一下这首歌曲的 诡异之处 师父 你还真打算让他唱啊 会出危险的 行 小伙子好样的 这秦能谈吗 能谈 秦队很欣赏三皮的勇敢 但是胡不凡 却是有些担心 师父 您会吗 既然这么危险 还是让我这个老家伙来吧 可是没想到 秦队拿着把吉他 竟然自己做了下来 好像是要演奏这首曲子 秦队没有理会 两个年轻人惊讶的表情 看着谱子 就开始弹奏起来 顿时 一段非常忧伤的曲子 传遍了整个屋子 由于曲子是非常忧伤绝望 连秦队的脸色都沉了下来 很快 前奏过去了 秦队开始轻唱起来 那声音沧桑的 让人感觉无比的伤感 随着歌曲的进行 连平时神经大条的胡不凡 也开始凝重了 而三皮 早已经泣不成声了 正在歌曲进行到高潮的时候 秦队的歌声却戛然而止了 秦队叹了口气 放下吉他就说 这首歌确实应该毁掉 秦队给两个年轻人 讲起了世界上很诡异的几段 死亡音乐 据说被害死的人 有成千上百 我国也有像 嫁衣 自杀没有痛 妹妹背着洋娃娃 等诱人自杀的歌曲 这些曲子 都是创作者自己 在极度悲伤的绝望之下 所创作的 秦队也列举了很多 曾经被封杀的歌曲 这些歌曲 都因为创作者 在绝望之前所创作 而诱导了很多人自杀 造成了当时极大的恐慌 这首《绝望的杀》 也是一个人 在绝望自杀前创作的 而他那绝望的情绪 全都融入到作品里了 所以秦队分析 这首歌应该有着 同样的经历 而这首歌的来历 三皮一定是知道的 听到秦队直接问起自己 三皮先是一愣 紧接着眼泪便涌上了眼眶 然后一向热情直率的三皮 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开始给两个人讲述了 自己最好朋友的故事 他有一个叫老五的朋友 曾经是三皮以前乐队的灵魂 是他把几个人凑到了一起 组成了铁蜘蛛这个乐队 可经过一次次努力之后 乐队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大的成绩 但是老五那惊人的天赋 却得到制作人的认可 没办法 乐队只能解散 让老五单飞了 大家并不怪老五 也不想埋没老五的才华 可是大家都知道 老五的心里很愧疚 但自从老五签了公司之后 大家几乎有半年多 没有碰到过他了 三皮再一次见到他 是半年后 他们曾经在郊区练房的练习室里 老五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在练习室里 疯狂地练着吉他 那一天老五一直不说话 靠在角落里一直哭 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三皮才知道 那所谓的音乐公司 完全是一场骗局 公司只是看好了老五的几首歌 以很低的价格 签下了他当时所有的歌曲 而一转身 公司就包装了一个歌手 把他的歌 作为了别人的原创成名曲 而老五却只是落在一旁 连个署名权都没有 又过了几天 老五被人发现歌腕自杀了 就死在自己的房间里 而他临死之前所创作的 就是这首《绝望的杀》 据说当时的原创曲谱 竟然是浸泡在他的血液当中的 之后 这首歌就在小圈子里流传了起来 而每个听过这首歌的人 都会莫名其妙的想自杀 小伙子 别的死亡音乐我不知道 但这首歌并没有什么绝望的灵魂诅咒 对于三匹所说的 《绝望灵魂》这首歌的诅咒 《琴队》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这首歌所传达出的绝望情绪 对同样经历的演唱者能引起共鸣 所以才会导致很多人自杀 《琴队》分析 所演唱这首歌的人 都是坚持梦想的地下音乐者 就是因为相同的经历 情绪才会有所共鸣 所以才会出现频繁自杀的情况